哇操!好大的音歌喔!乖乖乖不怕 今天我打夠了,放過你 掰掰 哈囉大家好,我是虧喜熊 今天又來帶大家打魚了 今天呢,我們帶的是恆春叉 魚叉呢,有很多種 今天呢,我帶的是恆春叉 如果不知道什麼是恆春叉的 有沒有,就翻我以前 的節目,有一個叫做 錢打聖經 就會知道什麼叫恆春叉 它是用一種,這個 漁槍的這個漁標 下去改成漁叉 速度快,然後力量大 攜帶方便是它的優點 然後我們現在呢,先來尋這個點 好,我們現在下潛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魚 你看,都小魚叉 哎唷,這個洞裡面好像有東西 我們看一下,哎唷有有有 我們看這個洞裡面 有一隻大螃蟹 有沒有看到,很大喔 打下來 旁邊還有一隻鷹哥 那太小了,我們把螃蟹打出來 喔,讚讚讚 這隻螃蟹後來蹭有快兩斤 是一隻母的 讚讚讚,我們等一下帶到旁邊 把它收到魚樓裡面去 哇,一下來馬上就遇到一隻大螃蟹 螃蟹這隻太大的我不敢用抓的 所以直接用打的 回家就把它清蒸吧 你看我同伴在旁邊 好,趕快一起來 把這個魚樓 把這個螃蟹放到魚樓裡面去 喔,這個螃蟹 卡在它的那個殼 魚叉打螃蟹最麻煩 就卡殼 來,我們現在來弄 喔,剛剛那個螃蟹 弄超久的啦 來,我們現在繼續尋看有沒有什麼魚 我們把鏡頭調整一下 今天水大概是2米的能見度到3米 還算不錯啦 在南部來講 我們2、3米就可以下了 甚至1、2米就可以下了 我們現在下潛看一下這個 有沒有什麼東西 有有有有 湊度太小了 不要不要 我們呢,就是小魚都不打 我們下去看看有沒有東西 一路這樣子尋 看一下看一下 下面有點左,但是還是可以接受 我們繼續看,繼續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哇,今天水裡的狀況還好 但是沒有看到什麼魚 我們現在是上來,換一口氣 這裡 這裡的深度大概在8米左右 沒有很深 我們繼續往前 這時候 朋友已經打很多魚了 喔,一隻大鷹哥 看來我也不能在 這裡 亂晃 好,我也下去找看看我的獵物吧 剛才那個是蕊子熊的朋友 他的收穫還不錯 應該有5隻鷹哥有喔 看樣子 大家都打很多鷹哥 我今天目標就不要打鷹哥 有了有了,這什麼 有東西在油 繼續往下看 都是這種石頭 欸欸這什麼魚 先讓它上來 還算大啦 這大概有6隻 沒看過這什麼魚耶 感覺好像還不錯 大小還OK 大概6隻左右 五六隻,你看我的手 大小大概五六隻 後來襯這一隻 大概不到一斤 有點小 大概 五百克 我記得是五百多克 也算是蠻大的了 後來我問大家 這個叫做大帆 帆船的帆 叫大帆 然後我們就把它移到旁邊 有魚串把它串起來 因為會有鯊魚的畫面 所以我就不錄了 我們就要錄下一個畫面 我今天這個 鷹哥還沒有開門 我們找一下 看有沒有鷹哥 我們現在下潛去找 看有沒有鷹哥可以打 有沒有看 有,好像有 好像有了那邊 來來來來來 門擠掉這個速度快 把它搭下來 啊 中了中了中了 水水水 因為鷹哥的肉比較軟 所以我打中了會不會把它抱住了 所以它的魚尾巴剛好在盡頭 我已經把它抱在身上 不然的話它那個肉會爛掉 要記得打鷹哥 要打它的塞蓋 不然它的肉會爛掉 你看它有踢到那個 好好好 我們現在趕快把鷹哥處理一下 好,我們現在在 鷹哥已經處理好了 看有沒有什麼其他魚 魚種可以打 我們現在要往下看有沒有 有沒有其他魚種 有沒有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走有走 追過去追過去 追追追 這時候恆春差的優勢就出來了 它可以馬上 速度快的優勢 中 隨時 喔喔喔喔喔 中了中了中了 喔喔喔喔喔 有沒有看到它速度很快 我這隻倒掉後來三斤多 很大 不錯不錯 中了中了中了 快四斤啦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移到旁邊去 我們要把它撒一撒串到魚串上 這裡這裡這裡 你看 魚的手還大很多 來我們現在移到旁邊 我們用那個魚串把它串一串 喔喔 這隻很大喔 不錯不錯 收工了收工了 打完這隻差不多就可以收工了 魚串是從魚的嘴巴進去 然後從它的塞出來 就可以把它整個卡住 這樣子就不用帶著噴 就不用帶著噴重的魚串 有沒有 在水裡這樣可以串一串這樣上 而且也不會有魚串的重量 魚串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啦 現在蟲子熊也是幾乎都用魚串 它魚串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抓螃蟹可以用魚串 不然的話螃蟹 不是 螃蟹跟龍蝦都可以用魚串 但是 如果你單純只是打魚的話 魚串是很好的這個方法 你看我們就從它嘴巴串進去 從它塞出來 然後 再把它殺掉 不然的話 它會去 去撞那個 它會去撞那個 這個 線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好 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魚殺一殺 這個畫面就不再 出來了 今天我打了 三隻 等一下可能就回程了 回程後我們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特殊的魚 我們就不打了 那我們看 我們繼續尋一下 看有沒有特殊的魚 這裡生態還不錯 這裡有隻鷹哥 很大 超大的鷹哥 可是我們又要打了 看有沒有辦法摸 你看 跑走了 那不給摸呢 靠 好 走了走了走了 其實剛剛那個距離 我差 如果要打 一打就中了 可是我們既然 已經有魚了 我們就 不要再 就是 打多的啦 取用自己的就好 你看這邊還有一隻 你看這裡還有一隻 快快快走快走 等一下被我同伴看到 你就吻死了 快走快走 走 下去 去 下去 等一下被我同伴看到 你就死定了 我跟你講 他們每一個都是高手 人學高手 裡面還有一隻 這個是藍蚊 還蠻漂亮的 可是 嗯 太小了 藍蚊至少要兩 一斤多 才好吃啊 說真的藍蚊真的不錯吃 可能是你 有些人說不好吃 可能是因為它打的時候 有沒有 把它內臟弄破了 所以不好吃 這是什麼 海參 這裡還有海參 剛剛講到那個剛剛 就是藍蚊 有些人說不好吃 就是海獵人說不好吃的原因 可能是你技術差 把它的那個內臟打破 從背起打下去 它的味道是非常鮮美的 再看看有沒有什麼 希望剛剛那隻鷹鴨 它能夠平安的度過這一次 我們的 這個很少 我打不多啦 我朋友打比較多啦 我們就 我是下來拍影片的 然後順便易戰個月的糧食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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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鴨 不要打 它已經躲進去了 不要打太可憐了 嚇成這樣 幫QQ 來來來 我們繼續找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來喔 來看來看 有沒有東西咧 我要倒掉 我要倒掉 不要鷹鴨 我不要鷹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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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看看 還有沒有東西 看來是沒什麼 東西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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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又有一隻鷹鴨 旁邊還有一隻那個 來來來來 來摸一下摸一下 超大的 乖乖乖 不要怕不要怕 好啦好啦 今天不打你啦 掰掰 再講一次 如果足夠的量 就不要再 隨意獵殺 好這一集就先做到這裡囉 掰掰